立正 請你 請很多 請創總緣來介紹我們電博書 大家早上 我簡單來介紹我們今天的speaker 那個田君美教授 我跟他學生三十幾年了 後來就變成一間部同學 我跟他學生的時候他在讀研究所 我已經在美國拿一個碩士協會回來 他的碩士論文我給他從頭到尾稍微看看 然後 畢業後 大概畢業後大概三個月四個月 我們就結婚了 這三十年來 可以說是我的顯內助 我一生 沒有做對的事情 只有做對這件事跟現在這件事 兩件事 過去以來只有做兩件事對的 一個是娶到一個好太太 一個是參加民政府 要為我們本土台灣人而努力 田家壽中興大學研究所畢業以後 就到 在那個中興大學擔任講師 然後後來有機會就到 中華經濟研究院做研究 中華經濟研究院的院子就是在台大裡面 所以他就到台灣大學的農業經濟研究所 讀他的博師學位 拿到博師學位以後呢 他就升研究員 不久他就當所長 變成我的上司一樣 後來到2003年的年初 呂秀蓮很欣賞他的這個 這個口才吧 他就請他去這個總統府裡面 服務 擔任顧問後來變秘書 一直到2008年520結束 然後他就回到原來的服務單位 中華經濟研究院繼續做研究 那今天我們很高興也很榮幸 能夠請到田家壽來跟我們做一個主題演講 就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 這是個非常宏觀的一個方向 是整個中國三十幾年來 這個經濟改革跟政治改革跟社會改革的一個 一個大的這個 這個所謂上層建築 那這個主題非常重要 對瞭解中國經濟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就把時間交給這個田教授 也感謝他來給我們這個 做一個一個專題的演講 各位 什麼稱呼 學員 還有後面的幾位平政府的 相關的長官 很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 在這邊跟大家報告有關 中國經濟改革三十年的一個問題 那剛剛 蔡總理 蔡教授 她講的姑且聽聽就算了 我們今天的重點是有關中國經濟改革的問題 那我想會選這個題目主要是因為 我們現在看到的一個中國 跟過去的一個中國 或是整個宏觀的一個中國 可能會有一些差異 所以我想藉這樣的一個機會 在這邊跟大家報告整個狀況 就是全部的一個宏觀的一個情形 那因為在整個報告過程中 也許有些大家不是很熟悉這樣的一個用詞 或是有什麼樣的一個問題 我想隨時都可以提出來 那另外我們在最後也會有留下一些時間 給大家做提問或是一些互動 那當然這些互動的一個問題 也不只是我們在這裡報告的問題 大家有什麼想法也都可以提出來 我如果能夠回答的 我也很樂意跟大家分享 那因為我有準備PowerPoint 所以可能大家就是看一下PowerPoint的一個情形 那因為我想我大家都坐著 我是不是也可以坐下來 所以我就坐下來 因為這樣也許我會比較輕鬆 然後大家有什麼問題 也可以比較輕鬆的提出來 我們在講中國的一個經濟改革 一定會講到1978年 那1978年跟他的1949年10月1號 毛澤東在天安門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站起來了 這個中間還有一個落差 所以我們可以講說 現在講的是後30年的中國 我們現在不太講前30年的中國 但是你要講後30年的中國 一定會提到前30年的中國 為什麼他有所謂的中國經濟改革 為什麼他有所謂的中國經濟改革 所以我們一開始我們會提一下說 為什麼他要改革 那這是我的簡歷 大概剛剛蔡教授已經都介紹過了 那事實上我也在中心大學擔任過住教 所以我前10年在中心大學 在中華經濟研究院大概30年 那這30年中間大概有6年在總統府 那現在也曾經在其他的學校擔任老師 所以這個東西事實上公開都沒有問題 因為我在學校也是這麼的講 那我們今天要報告的就是說 從整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 到底為什麼會發生 那他決策的一個模式到底是怎麼樣 或是他改革的一個策略到底是怎麼樣 他的內容跟成效是怎麼樣 那他目前碰到的一個問題 跟未來的一個展望又是怎麼樣 這是我們今天報告的一個主題 那要講到他為什麼會改革 就會講到說 那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一個前30年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在1950的時候他們開始土地改革 那我們知道其實中國在一開始 他也是一個自由市場 可是他為了要達到他的一個 激發經濟的一個情況 他就利用一個土地改革 把整個農業變成集體所有制 所以他就在1953年 完成社會主義改造 把私人所有變成集體所有 或是國家所有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一個中國 就是國有制 土地是國有的 什麼都是國有的 那後來1978年以後 才慢慢改革 有一部分可以私有 是這樣的一個背景 那後面提到就是說 他58年怎麼去國有 就透過人民公社 透過這個大躍進 那也發生了一些天災人禍的事情 包括文化大革命 那就是說 在中國成立的前30年 有這麼多的一個變化 所以呢 在後來的1978年 才有所謂的經濟體制改革 那在1978年之前 他在一個計畫經濟體制下 產生什麼樣的一個問題 譬如說在這個計畫經濟體制 所謂的政器合一 就是政府跟企業是一體的 那人民公社裡面 土地是國有的 所以你這個農民 眾多眾少都一樣 反正都是交給人民公社的 那他沒有私有制 大家就沒有誘因 那另外就是說 在整個當時的一個 毛澤東的一個想法 他是強調要自力更生 所以他對外是鎖國的 他覺得 在這個 在這個中國大陸的人民 認為他們是最偉大的 所以在1978年開放的時候 他們的人到外面才知道說 外面的世界是這樣的 所以前30年是一個 在閉鎖的一個情形 那在一個閉鎖的一個情形 你要做一個計畫經濟 你就要付出很高的一個代價 因為其實人的消費是非常複雜的 人的誘因是非常複雜的 所以他整個社會主義 他是缺乏效率的 那整個缺乏效率的一個情況下 整個社會主義就變成一個均貧 大家都很窮的一個情況 那這麼大家都很窮的一個情況下 要怎麼個改善呢 他也有他的一個因緣 在1978年這個毛澤東過世了 那過世之後呢 鄧小平上來了 那鄧小平上來以後 事實上在早期 整個中國都是在政治的一個鬥爭 所以在1978年之後 大家就想想看說 我要政治改革還是要經濟改革 還是要怎麼做 所以在這個時候 他們做了很多討論 後來大家很怨倦這個政治的一個改革之後呢 他們決定從經濟面開始 那經濟面開始 也因為當時大家生活都很困難 都想要有錢有消費 所以這個是也是一個動機 那鄧小平就在1978年的這個 十一屆三中全會 通過一個叫做 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一個決定草案 所以在講到整個中國經濟 為什麼會有今天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觀點 那我們知道整個中國的一個經濟 在毛澤東的時候 是一人決定就算了 可是在鄧小平之後呢 他慢慢他的整個經濟的一個決策 是朝這個集體的一個決策的一個方向 那他為什麼要這樣做的話 我們可以回溯 他整個這個決策的一個規律 到底是怎麼樣 譬如說我們今年 我們今年三月的時候 然後大家不是在談這個什麼 人大跟這個政協的一個兩會 然後有談到什麼十二五規劃 這個報紙都寫很多 那我們把他整個這個決策的一個規律 弄成這樣的一個系統來看的話 我們可以發現就是說 其實中國共產黨 他的一個每一屆的一個決策規律 是五年換屆一次 通常是這樣子 然後呢 他這裡 既然是一個黨以黨領政 所以他們一定是先決定黨的人士 黨的人士之後再去決定這個政的人士 所以他這裡就像我們的 就是國務院 這邊是中國共產黨 然後呢這個決定之後 就在這個三中全會裡面 會做未來市政的一個重要方向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十一屆三中全會 1978年的一個農村經濟改革 從這邊開始 就是在三中全會裡面提出來的 那這種決策的一個模式呢 幾乎從1978年以來 幾乎都是按照這樣的一個決策模式 那當然在每年的年底 有開一個各種的一個工作檢討會 所以我們要看看說 中國共產黨他到底想要做什麼 我們可以從這個時間的一個序列 可以做一些研判 那另外就是說 他整個這個三中全會 到底是什麼東西 他的全名就是我們這裡寫的 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的一個 第三次中央委員會議 那這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 這個是共產黨的最高權力機關 最高權力機關的話 我們看這裡 他這裡在三中全會決定了 可是他前面還有人大還有政協 還有這個國務院的人士 跟黨的人士的一個佈局 但是所有有關經濟改革 是在這裡做決定 那他這個三中全會所做的一個 經濟改革的一個決定 主要就是說 這個集體領導他們在未來的四年 要怎麼做 所以他們會把這個經濟發展 跟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方向確定 我們等一下可以看到 就是說歷屆的三中全會 有這麼多屆 就是說1978年以來有這麼多屆 到現在最後一屆是2008年的17屆 那馬上這裡再加5年 2013年還有18屆會出來了 那從這個七八年到現在的2011年 這三十幾年 他的一個經濟發展跟體制改革 大概就是遵循這樣的一個方向 那誰來決定呢 我們從這個表可以看到 我們說這個中國共產黨的 第幾次的全國代表大會是最高的權力機關 這個你們猜猜看 這個共產黨的代表大概有多少人 他每一屆不太一樣 那大概從一千多人到兩千多人都有 現在大概兩千多人 那這是一個最高的一個權力機關 但是他的權力核心在哪裡 權力核心是在這裡 是一個政治局的一個常務委員 這邊 那從這個大會的兩千 一兩千人到這邊 中央委員會的一個委員 大概就剩下一兩百人 那這邊呢大概有二十幾個 到這邊呢大概七到十一個 所以整個決策的核心就是在這裡 所以他要不要改革 要怎麼改革 他要怎麼做 大概就是這裡的一個集體領導所決定的 那我們如果從這裡看了 你就可以很清楚看到 這三十年來 中國的一個經濟體制改革 改了什麼東西 譬如說十一屆是農業的 再來呢是十二屆裡面 他有這些關於體制改革決定 他就提到城市的改革 後來價格的改革 工資的改革 到後來你看最後的十七屆 又回到農村的改革 那十五屆 九八年也是農村的改革 所以你從這個二四六七次的一個 三中全會的議題 你可以發現他的重心 都是體制改革 那尤其呢是農業改革 那你就可以發現說他的農業問題 到底在中國的一個經濟裡頭有多嚴重 那當然也是因為有這些改革 才有今天的一個中國 所以我們後面要講的大概就是 從這個講到目前的一個情況 大概今天的一個主題是這樣子 好 那歷屆三中全會開幕的 就是 的一個重心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 他有提到這個 發布相關的文件 這個是文件的一個名稱 那他真正要做的內容就是這個 那這裡有提到就是說 七八年的時候是啟動改革 對內改革對外開放 這是同時進行的 那再來八四城市改革 然後這裡有一個自理整頓 那我們這裡很有趣的就是說 我們在八九年有發生天安門事件 那天安門事件呢 跟這個是有關係的 因為他要深化體制改革 就牽涉到價格的改革 那價格的改革就牽涉到 物價的一個通膨的一個問題 所以變成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的一個 導火線 那後來在九二年的時候 鄧小平南巡嘛 所以就確定這個整個的一個 社會經濟體制的改革架構 是要往前走不回頭 那後來農村的問題太嚴重了 所以陸續又提出農村的一個 改革的發展問題 那如果說把那麼長的一個 三十幾年的一個改革的一個狀況 我們把它分成幾個大的一個階段來看的話 大概可以分成幾個階段 就是後面的這個增量的一個改革 跟整體的一個推進 那這一塊呢 就是我們前面講的 七八年以前的一個情形 那難道七八年以前沒有改革嗎 七八年以前也是有改革 但是七八年的一個改革就是 改了又收 收回去了又下放 就是來來去去的 就是所謂權力下放 就是說它本來什麼制度 都是中央集權的 那它下放給地方政府 結果地方政府有了權力以後 就亂做一通 就經濟紊亂 中央又收回去 就是來來回回是這樣子 那真正我們目前在講 中國經濟改革就是從這邊開始 就是七八年以後的一個三中全會 然後從體制內到體制外 然後再來就是說 它後來這邊也是一個常識的一個階段 到這邊呢 它就確定整體要推進了 走不走回頭路了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這個是大的一個方向的一個分類 那在後面的一個七八年到現在 整個體制改革的一個策略 它所採取的一個方式呢 就是漸進式的 我們常常會聽到說 它有什麼試點什麼試點 那為什麼要什麼試點開始 中國實在是太大了 然後體制又控制的那麼多 所以它也不敢一開始就開放 所以它就是說 從某一個試點開始做做看 如果做得不錯 我們再推廣到其他 所以它很多改革都是漸進式的 那也是從農村開始 然後呢 我們剛剛提到說 改革跟開放 對內是改革 對外是開放 我們陸續也會提到說 開放 因為毛澤東當時是一個閉關自首嘛 那你開放的話就是 譬如說在貿易啦 在投資裡面的一個 對外國的一個開放 另外就是說由下而上 因為整個這個農村改革的一個開始 是由農民制發性 然後由政府去承認 是由下而上 然後呢 在這個對外開放是區域性的 由這個沿海到內地 由東邊到西邊 就整個中國來看的話是這樣子 那因為它是試點的 所以它也是從局部到全部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做法 那另外就是說 因為你改革開放是局部的 所以它就變成有一個並行的制度 譬如說它原來的制度在做 然後開放的一個改革的一個制度在做 所以就變成一個雙軌制 那雙軌制呢 就會出現很多問題 譬如說價格假設是控制的 它價格當然低 它如果開放的價格就低 所以就有一個產品是兩個價格 就會有這樣所謂的一個雙軌制 那另外就是說慢慢的 它也會對所有制的一個改革 譬如說國有制度的 國有資產的改革 那你如果資不抵債的話 就是你資產比你的負債還多的話 它就宣告破產 慢慢它也在做這個東西 那既然整個在做的話 它政府的一個角色就變了 它這個30年來 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 是重新定位過的 也就是說它本來什麼都是要計畫的 那後來呢 它不能什麼都靠計畫 所以它政府的角色就改變了 它放給地方或是放給市場 但是這是局部的 那慢慢它也要有所謂的一個 法制化的一個建立 過去中國的一個法制是非常少的 它也沒什麼法律可言 但是它為了加入WTO 為了要改革 尤其在加入WTO的時候 它設了3000多項法律 這個就是它的一個法制化 也慢慢在建立了 那當然整個這個改革 是會提到很多的一個 阻擾的那個聲音 所以鄧小平在92年的時候 他就是到南部 就是到那個東南沿海去走一趟 然後他一直強盪 不管性資性色 只要能夠黑貓白貓 只要能夠抓貓的貓就好 就是說反正能夠讓大家賺錢 能夠大家經濟發展就好 我不管你是不是資本主義 不管是什麼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意思 那在這樣的一個經濟的一個 掛帥的一個情況之下 它整個從93年94年 就是開始實施所謂的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 所以它這裡就一直強調 它是社會主義又是市場經濟 所以你說它是市場經濟嗎 是社會主義下的市場經濟 你說它是社會主義嗎 它又是具有市場的一個經濟的一個特性 這個就是整個中國的經濟的一個複雜性在哪裡 就是因為它就是這麼的一個多功能的 或是說多方面層次考量的一個經濟體制 大概我們從剛剛到現在 就是把它整個一個經濟的一個改革的一個大藥 很快的做了一個回顧 那下面呢我們就要看看它到底它的內容是什麼 那內容是什麼 我們當然要從這個農村改革開始 那我們知道一開始的一個人民公社的一個情況下 是集體制嘛 那集體制的話 大家都不用做 反正等著吃大鍋飯 就會有這樣的一個現象 可是呢我們剛剛提到就是說 在這個之前有發生一些天災人禍 包括這個文化大革命66到76 然後呢這個後來又發生一些自然災害 所以在這個大家都沒有生產誘因 不會努力去工作的一個情況之下 農產品會不會自己跑出來 是不會的 所以在1978年的時候這個 這個我們這裡有一個安徽鳳陽的一個小鋼村 我們說那個恭喜恭喜那一首歌是鳳陽花谷嘛 就是這個地方 那事實上安徽是中國一個非常貧窮的一個地方 那小鋼村呢它是貧窮中的貧窮 那因為它的一個地理環境很不好 而且又乾旱 所以那時候他們根本 如果說大家沒有生產誘因的話 根本可能都會沒飯吃 所以這個時候呢 在1978年的12月的時候呢 他當地的一個地方的一個書記 他就允許這個18戶的一個農民 將集體的一個耕地呢分包到個人去 也就是說本來是一個集體的一個土地 然後分包到個人 這塊地給你去生產 生產出來 你交給集體的一個單位一定的數量之後 剩下都是你的 那這樣有沒有優異 開始就有優異的 所以呢大家就拼命想辦法 三更半夜也要去照顧對不對 然後沒有水要想水 你要怎麼去去處理 那結果呢在第二年的一個收穫呢 不但沒有餓死 而且呢還有還有很好的一個收穫 那這個時候那個萬里 萬里他們有一句話就是說 你要吃糧要去找萬里 就是說萬里他對農業是非常照顧的 他當初是在四川 我記得是在四川 那他也去考察他發現說 欸這個承包到戶的一個做法真的很好 所以他就就報告給這個鄧小平嘛 然後呢這個就慢慢在各地去推展 後來呢他這個中央就給他肯定說 承包到戶這個是可以的 要不然他們原來是扒戶的一個承包的時候 他們是按血手印就是說 如果我們被抓去的話沒有死的人 他要把他的小孩撫養到18歲 所以事實上中國的一個經濟改革 是從一個血淚開始的 那既然這次做的這麼成功 中國的政府也承認他們的一個肯定的成果 所以就把整個承包到戶的一個制度呢 推展到全國去了 好 那既然中國的一個農村 有這樣的一個成功 後來他就把這一套推展到城市 那我們知道整個中國的一個城市 主要是國有企業 國有企業 所以他就把這一套推展到 除了這個農業以外的單位 那另外我們這裡會提到一個所謂的鄉鎮企業 那你想想看嘛 如果說農民他都有 就是說他們可以承包到戶 他們可以把這塊土地自己來生產 他只要三個人的話他家有五個人 他需不需要五個人都丟在這個田裡 就不需要 所以他就會釋放出一些勞動力 那這個勞動力怎麼辦 就到鄉鎮企業去了 那這個鄉鎮企業其實本來也是人民公社在經營的社隊企業 所以呢就在農村裡面不但有農業也開始有這個非農業 也就是說工業小工業一些的一個發展 大概是這樣子 那另外城市改革的話 他就是從這個非國有經濟改革 然後就鄉鎮企業的一個發展 就是屬於非國有經濟改革 然後他就推動國有企業的一個改革 因為你這個鄉鎮企業發展的不錯的時候 他就開始推到工業的一個改革 所以整個城市的一個改革裡面 就包括市場制度的一個建立 因為農產品出來以後他要流通 流通以後就要有市場 然後另外就是說 他也要有這個其他的一個工資的一個 這個勞動市場的一個出現 慢慢的就這樣子 那在94年的話 我們說有一個建構整個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確立之後 他後面的改革就更多了 就包括這個金融體制改革 外匯改革 國企改革 跟這個整個社會保障體系的一個建立 還有很重要的財稅體制改革 那財稅體制改革過去 譬如說如果交給地方 地方就大肆收刮 那交給中央 中央就控制地方 所以他在這裡就重新建立一個財稅制度一個改革 那分別說什麼樣的稅是中央的 什麼樣的稅是地方的 大家談好 那怎麼樣去促進他的一個發展 怎麼樣支持地方的發展 跟重要的一個發展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一個稅政改革 財稅改革跟金融改革 外匯改革 就會影響到目前你看到的中國經濟 目前的一個狀況 包括這個金融海嘯的一些變化 或是海嘯之後的一些變化 跟這個在這裡面都奠定了一個基礎 那在97年的時候呢 因為這個政經是不分離的 還是會有一些雜音出來 那江澤民在97年的15大裡面就提到 所謂的三個有利於 你要改革 你要看看 看看是不是有利於社會主義的一個發展 是不是有利於這個國家的綜合力 是不是有利於人民的一個生活 就是說因為有人還是反對市場化嘛 所以他就說你要看看怎麼樣對人民有利 如果是有利的話我們就繼續做 那他強調還是他的一個社會主義 但是要有利於這三個 有利於國家 有利於人民 有利於整個社會的一個發展 所以在2002年的時候 甚至就開始提出所謂的政治改革 那在去年那個文家寶也提出政治改革 但是還是受到一些壓抑 事實上在2002年的時候 他們已經提出政治改革的一個問題 那最後一次的2008年的一個 十七屆三中全會裡面 他就再度強調這個農村經濟改革 那我們可以回溯一下 78到2008 30年都是在講農村經濟改革 表示呢 他也對這個農村經濟的改革做了一個總結 然後到底改善了什麼 還需要增加什麼 變成他們現在的重中之重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解讀 那其實他的農業問題很多 但是呢 他農村經濟改革也做了很多 如果沒有種農村經濟改革 是不可能奠定他事後這些改革的一個基礎 所以農村經濟改革的一個家庭承包制 就促進農業生產 因為提高誘因 有生產農民所得就提高了 那因為農民的一個勞動力試出 所以他的一個鄉鎮企業就發達了 那鄉鎮企業發達之後呢 他的一個土地使用權的一個制度改革 他還是堅持公有制 但是農民有使用權 以前農民要種什麼是政府規定的 甚至哪一天割稻也是政府規定 稻子還沒熟 我說5月1號要割他就割 就是這樣子 你沒有辦法想像 那這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以後 農民有一個自主權 那另外就是比較要緊的就是 開放農產品貿易體制 在2001年的時候加入WTO 那在一個閉鎖的一個情況下 農業是不是會受到衝擊 或是農會有機會了 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們如果看這個78年到2001年的 整個農民的一個人均收入呢 有134增加到5919 這樣是幾倍啊 四十四五十倍了 應該四十幾倍了 多不多 我們覺得很多 可是呢 如果跟那個非農民所得比起來 這個5919 只有目前非農民所得 一萬七千的三分之一而已 好 那農民有多少 13億的裡面大概有六七億是農民 所以農民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數目 好 那農村改革就出現一些問題啦 剛剛前面這一張當然是他的正面的 但是他也伴隨一些負面的 那你承包到戶的話 農地就越分越小 好 另外就是說農民 農民他可以出外務工 所以你拼到的農民工 大概有1.5億到2億 你就把它想像這些農民工是從哪裡來的 你以這個四川為一個中心點 就像放射狀放射到沿海各地 好 大概是這樣 大概有2億人 那農民為什麼會失地 你想想看整個經濟發展 他的一個特區 他的一個工業區要發展 就是從農民化地來的 所以失地的人大概有四千萬以上了 那農民沒有地怎麼辦 他就抗政啦 所以有所謂的群眾事件 那群眾事件呢 他在2007年就公佈幾萬人 後來就不公佈了 他就主要是農民跟下崗的工人 下崗工人就是國氣改革以後呢 譬如說他就沒工作的 大概是這樣子 那這個農民越來越多 就剩餘勞動力多的話 你要有地方去嘛 可是他的二三產業的一個發展 來不及吸收這些農民 所以農民就變成三農 三五農民 你要種田沒有田 你要做工沒有地方去 你要社會保障也沒他的份 因為整個中國是一個二元經濟 他農民在農村 他的城市居民在都市 城市居民他保障他的社會福利 吃的穿的用的包括保險都有 農民什麼都沒有 所以就有所謂的三五農民出現了 那城市改革裡面我們提到就是說 因為農村改革成功了 所以他就開始有一個商品市場的改革 你要賣東西總要有市場嘛 你生產要素的市場也出現了 金融跟產權的市場都出現了 就是慢慢恢復他的一個市場機能 那所有制改革呢 這個又圈涉到這個企業的一個破產 你如果真的太差就讓你破產 然後政府角色的定位 以前是無所不包 然後無所不能 那現在就是變成法規的一個制定者 跟仲裁者的角色 那法制化就慢慢各種的一個規定也出現了 好 那這個下面就比較細了 就國企改革 譬如說本來是國有企業 那你現在也要承包制啦 你的國有企業 你自己也要負責你的賺錢或虧本 那你賺錢或虧本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統計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國企都是虧本的 那三分之一的國企虧本 誰要來補 就銀行來補啊 那有什麼關係 銀行也是國家的啊 財政也是國家的啊 所以就無底洞一直丟進去 那他現在既然要改革 那怎麼辦 就讓他破產 就是有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為什麼 為什麼企業會有這樣的沒有效率 就是回縮到我們一開始講的 計畫經濟裡面沒有生產的誘因 這個廠長也不必負責任啊 賺錢也是不是他的啊 大概是這樣子 這個就比較細的一個資料 比較細的一個改革的一個情形 那在這個城市改革之後 92年之後 他的農村這個金融改革就如火如土展開了 那事實上整個中國的一個貨幣 在過去計畫經濟裡面呢 他的一個概念就是記帳的工具而已啊 我要給你多少就多少 根本沒有所謂的什麼我們這裡什麼 M1 M2啦 或是他的層數效果什麼都沒有 他就是一個記帳的工具 那他以前也沒有所謂的中央銀行 也沒有商業銀行 慢慢你市場化之後 這些都必須要做的 所以他陸續就在做這些工作 那你加入WTO之後呢 中國市場的一個改變 為什麼 他整個外商要進去啦 外資要進去啦 包括台灣的銀行 不是也集集營營要過去嗎 那等於是他的一個金融市場要開放 那金融市場要開放 他就面臨競爭 那你面臨競爭的時候 他自己本身就要先改革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發展 那這些事情都是在這30年的變化 那財政也是一樣 他以前就是這種同收同支嘛 後來就是政府包幹 就是說我這個地方政府多少是自己的 其他在繳 那後來他慢慢就有這個稅資改革 就地方跟中央的一個權限怎麼去分 他的稅總怎麼樣去分 慢慢要這個簡化稅資啦 也要慢慢的這個公平稅賦 他慢慢都在做 那為什麼要做這些 因為外資進去了 外資也會要求 因為外資要繳稅嘛 那你這個財政稅資不公平 不合理的話 也會有外面的一個壓力 他自己本身的壓力 都來自外面的一個壓力 那整個中國經濟的一個城市改革 他也發生了一些問題 譬如說他整個市場機能 雖然是慢慢恢復了 但是還不是真正的 我們想像中的一個市場經濟 所以並不完全 那你想想看嘛 我們台灣有所謂的證券市場 對不對 那是全台灣是統一的 中國有沒有 他沒有啊 他的證券市場 譬如說上海上券 上海證券市場 然後什麼 申俊 申俊有一個證券市場 他是區域性的 所以他整個這個全國化的這個 一體化這個事情的這個東西 還沒有形成 那當然除了制度面 野獸交通 野獸資訊 這些的一個限制 他並沒有一個 一體化的一個市場存在 譬如說他的產品 可能在某個地方是自銷的 可是在某個地方又是不足的 以此類推 大概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事實上 你要一個市場機制的一個運作 服務業是非常重要的 他還不足 所以整個國企改革也還沒完 金融改革也還沒有完 那當然財稅改革也還沒有完 所以他整個中國的一個經濟改革 到目前都還是一直在進行中 那我們剛剛講了兩個重點 一個就是城市改革 一個就是農村改革 可是對於中國為什麼會有今天 這麼發達的一個情況 很重要的就是對外開放 那在講對外開放的時候 一定會提到一個貿易跟外資 貿易跟外資奠定他中國今天經濟發展的一個 這麼快速的一個基礎 那這個外資的一個開放 我們也會看到就是說 事實上 我們可以回溯到他之前 我們講說他是漸進式的 所以他的一個對外開放的空間開放也是漸進式的 譬如說一開始呢 他有一個特區 深郡珠海汕頭廈門這個特區在1980年就是了 那這個特區你可以想像成像我們什麼 潭子加工區啊或是男子加工區 就是外面的東西進來然後生產加工以後出口 大概是這樣子 那後來因為做得不錯 他在84年就開放14個沿海城市 那14個沿海城市呢 你可以想像大概從北的這個什麼什麼清 就是整個中國東南沿海那個城市 大概全部開放了 大概城市 那後來呢他又從區塊 從長江三角洲渡江三角洲跟這個米夏 閩南的一個夏張泉三角洲或山東半島 遼東半島這邊整個區塊的開放 從點到線到面的 然後呢他甚至把整個海南島就是一個特區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他的一個開放的策略呢 慢慢的一塊一塊一線一線然後去塊整個省 然後整個沿海沿邊沿江跟沿線 沿海就是我們講的東南沿海 沿邊呢就是沿這個國界 國界就是譬如說跟這個蘇聯就是就邊境啦 譬如說你在黑龍江就是跟蘇聯那邊相接 然後這個沿江呢就是長江 那沿線呢就是整個鐵路 他就整個這樣開放下來 那除了這樣的一個開放以外 我想大家都會聽過什麼西部大開發 那就沿邊這個東南沿海開放還不夠 他整個要他到內陸去 所以呢西部大開發 他本來是沿海嘛 後來就西部大開發 這樣還不夠我要到東北去 所以他有一個振興東北這個老工業基地的一個措施出來 中部崛起 那也就是說整個中國輪流發展 他哪裡需要發展 他哪裡就制定制度 然後最後在2009年一個海溪區 叫做海峽西岸經濟區 就是哪裡啊就是福建 主要以福建然後包括浙江還有 他上下相連的地方 還有好像是江西還是沒有到廣東 就是他下面是上下左右相界的一個省份 但是以這個福建為主 那他開放的話一定是伴隨什麼 伴隨優惠測試 然後就叫大家去 那這個外商就跟著他跑 沿江沿邊什麼這樣下去 他就帶去資本技術管理市場 那這裡面當然有很多台商嘛 那他們合作的情勢就是有這些 可能合資啦合作啦或是獨資 那這個外資進去 既然帶進資金管理技術以外 一定會有什麼 促進他的結構升級 促進他的就業 所以呢 他慢慢就成為所謂的世界工廠的一個角色 有一本書說你不要用中國的東西 結果他覺得非常辛苦非常困難 那表示什麼 中國的一個產品 已經在全球各地幾乎都好像是不可缺了 大概是有這樣的一個態勢了 那我們再從實際的一個數字看看 他吸引外資的一個成效 他累計到現在已經 1000億美元了 就是到2001年 2010年年底 那光 不是不是 這是光這一年 這一年 光這一年就這麼多 那譬如說09年大概有900億 那你看喔 累計到這裡已經是多少了 一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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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兆多美元了 那 他去年是僅次於美國 佔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的第二位 那在發展中國家是連續19年都是最多的 那這個外資的一個生產變成他貿易的主力 所以外資帶來貿易 那促進結構的產業結構的一個升級 那另外我們說就業 然後還有稅收來源 那國際貨幣基金曾經在2004年的時候 發展一個發表一個報告就是說 在1990年代呢 中國的一個經濟成長的一個貢獻呢 大概有30%是來自外資 好 那這個他外資多了嘛 外資多了 他我們說他現在那個外匯也多了 好 所以呢 他除了外資進來以後 他的一個對外政策開始所謂的走出去 就是到海外投資 那到海外投資這件事情呢 其實在1979年的時候呢 他們就要國企 就是國有企業出去做這個海外投資 但是這裡主要都是做一些零售的據點啦 好 這個很 這個不多啦 那在2000年的時候 他就提出要走出去的一個戰略 就是海外要去投資 那海外去投資做什麼呢 第一個當然就是因為他們有錢了 第二個他需要什麼 經濟發展需要能源需要資源 他就去操控 也不要說操控啦 就是說他去尋找他們所需要的資源 因為經濟發展的結果 中國需要大量的能源需要大量的原材料 那他自己不夠的時候呢 他要能夠 自己能夠去做一些策略聯盟 或是甚至去買這個海外的一個資源 所以就是走出去 那甚至在這個2007年的時候 他成立一個中國投資有限公司 他是2000億美元的一個資產 就好像那個石油國家 他們也有一個國家的一個 一個類似 就是國家主權基金這個概念去投資 但是很有趣的就是 他2007年9月的時候成立的時候 剛好碰到2008年的金融海嘯 所以他2007年出去投資的時候 在2008年虧了一塌糊塗 所以那時候好像不是很 他們就是對這個有一些批評 但是這個是他們的一個國家政策 那整個這個對外的一個投資 所引申出來的一個結果 就是外貿體制的改革 那以前我們說他是封閉的自力更生的 你要出口進口都要審批 所以呢後來在1978年陸續以後 他就開放這個外貿權 就是他可以進口出口 但是還是在受限的 那另外他也鼓勵這個出口制度 那他也在加入WTO 維護國家的一個利益 然後呢他調整以後促進產品的一個結構升級 我們是要下課是不是 是這樣子 好 這個是他的一個外貿的一個情形 那在外貿的同時呢 他加入WTO 他也要積極參與國際的一個組織 所以他目前 不管是跟香港的這個SEPA 跟澳門的這個簽署這個東西 以外呢 跟這個新加坡巴基斯坦 自立東協 紐西蘭秘魯 都有簽訂FTA 自由貿易協定 那在延裡中的呢 還有韓國歐盟 這些地方 也在延裡中 那他也利用這個WTO的一個 爭端解決的一個機制 在做一些對中國有利的事情 所以他也很善用這個WTO的統計 的這個爭端解決機制 那事實上 我們如果從這個WTO的統計 我們可以發現 在這個低所得的案件 裡面用的人是不多 但是中國用的很多 所以表示他雖然所得不高 但是他是充分利用WTO的一個 相關的一個規範 那這個是他的外貿的一個成效 你看他七八年是32名 然後現在全球的一個貿易排名 都第一名 那佔全世界的一個貿易比重 從0.78 現在已經佔了10%了 那對外貿易情度 以前閉關之手嘛 現在這麼高 那貿易總額也是這麼多 大概是這樣子 那開放帶來也很多問題 你譬如說外匯很多 現在已經3.18兆了 然後貿易摩擦 人民幣的匯率的一些問題 他要買鋼材 全球鋼材就上漲 他要買糧食 全球糧食就上漲 就會有這個問題 那因為你加入WTO 就會有全球化的問題 所以呢 你跟中國的經濟 跟世界經濟緊密結合 他會受全球經濟的影響 所以後面的SARS 後面的那個什麼金融海嘯 他也受到影響 這個就是整個Story 就是這樣子 那我想時間也差不多了 我想剛剛前面這裡 就暫時告一段落 我們休息一下 然後下面更另外一個主題 就是說他這樣的一個改革開放 的一個過程到最後08年受金融海嘯的影響 到目前的一個整個中國經濟的一個發展 到底是怎麼樣 所以我想就暫時告一段落 我們已經經過30年了 好 謝謝各位 請進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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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